蠻白只推一組人選到了十月二十號的時候 蠻白河傳言滿天飛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廣播節目上闢謠 不過現在外傳 紅漢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在操作煥猴無望之後 又把戰略目光轉移到柯文哲身上 雖然郭台銘前一天才否認 絕對沒有說過要併購民眾黨 但柯文哲還是維持盡何忍之 不過柯文哲還爆料 有國民黨小雞來苦苦相求 柯文哲一臉得意 更沒把洪振營放在眼裡 談到中美關係 柯文哲也很有心得 只是有考慮再去一次美國 最近AIT也有問 你上一次是以普通人的身份來訪 那如果你現在是變成總統候選人 你要不要再來一次 我說我想想看 中國到目前倒是沒有 其實中國也是被污名化 大家都覺得 只要跟中國有談話 什麼就被抹紅 就很不好 所以表示說這個還是 有相同的歷史原宗教文化 這是個事實 這就是人性 我上一次就講說 你每天反中 你有本事 你媽祖觀光不要拜 不是中國 這也是厲害了 比我還會拗 再度提到敏感的身份問題 柯文哲言論 選民都看在眼裡 好 剛才是柯文哲主席 上中廣的節目 我想請教溫生大哥 上一段的這個內容當中 看了出來 柯文哲蠻會帶風向 他知道如果來上中廣節目的話 稍微講一點反中 也許是一種對立的方式操作 但他因此也會有聲量 柯P從他開始問政以來 我大概一路看到現在 越看越灰 他真的是已經不是與時即便 已經可以說出神入化 一天三遍 一天數遍 數遍 數遍 這出來的時候第一本書 就是素人政治與柯以路 你看這本書 二零一四年一月四號 他送你的 廢話 我把他帶出 這樣有簽名 對啊 所以然後現在柯以路已經升級版 應該可以出第三本 可以 已經一直在升級 一直不斷進化 對 一直在進化 已經進化到 剛剛講到他受訪的時候 他提到金門 說夜襲 山門海市 郭董公天亮說旺了 這跟生命生得很厲害 這是五月底的事情 你現在還在電視 電台還在放上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的顧立雄 操作無可置疑 這就是顧立雄 畢竟還是國安會秘書長 所以你要知道 很多個說的都行話 另外剛剛有提到說 為什麼金武聰要去找阿彌的 主要就是民進黨通過這個 涉黑金 槍毒 不能參選 這已經花金界限嘛 對 一刀切嘛 金武聰說好 你賣我來救了 阿彌的人 現在就北農你看 又賣下來嘛 對 北農你看 他現在放下去都是阿彌的人 對不對 所以你要曉得金武聰很靈光的啦 所以說國民黨真的是用金武聰的話 而不是朱立倫 這個是所謂他現在說的總教練 這張照片給各位匹康 這個誰朱立倫 這個誰柯文哲 如果你看到這個照片 你自己去做一個聯想 你自己去做一個聯想 說有壓得受 那些藍白河怎麼會不可能 那個巴地巴地嘛 但是你要看國民黨的歷史 國民黨在百年這個建黨的歷史裡面 第一次國共合作 結果共產黨打得招不住 再來臺灣嘛 第二次國親和 二零二四 二零零四 還有這鐵血聯盟 就是國民黨不得已 我跟你宋楚怡 對不對 親民黨國親和 好了 輸掉了 所以你看國民黨兩次的和 你都可以看得到共產黨 把你打垮 親民黨不歡而散 你還有第三次嗎 他現在的孝順可能說 好 不然民眾黨 他看什麼就看日本嘛 做就是要做好的嘛 這是那個我們的這個朱主席 這很年輕的照片 十萬年就 當年 當年 當秋 所以你看當時他這個照片 用的 可以說那時候是國民黨的名字之心 事實上他的運氣很好 因為他本來要選立委 沒有機會 就像這個民進黨 最近也提名了很多末班車的 他也是敢搭末班車 擠上了立委 然後平步青雲 然後他自稱他是三批哲學 以柯文哲是一批 他是三批 他是教授之外 他也是政治人物 他更是一個 就是說他自我取習他是專業的 特別是他自我取習他是政治人物 這是你柯文哲望塵莫及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根據如果說美國的 他們本身的一個臺灣有事 有最危險的狀況 有五個人一定要保護 國民黨內唯一就是朱立倫 唯一的 你什麼郭台銘 你有專機 對不起 你專機也回不起來 我美國會派專機來接他 要特別保護 你只接你就知道說 人家美國老大哥 看你國民黨的未來的共主 就是他 就是朱立倫 對 美國老大哥看國民黨的共主 就是朱立倫 這個維基建民裡面的 特別著名 所以不要說 現在大家在說新聞 什麼 其實這一些包括放風 從柯文哲在接受中廣專訪 全部都是不可靠的 這不可靠 只要你多看一點書 我是覺得說 包括這個是我很喜歡拿出來的 當賴清德說 想要跟習近平共進晚餐 侯友宜酸賴清德肉麻當有趣 咖啡血 馬錫薇都可以在新加坡見面 都可以在那邊喝酒把歡 對不對 那賴清德為什麼不可能 跟習近平有這個機會 當然會有 因為根據過去的一個解密的資料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臺灣秘密檔案 這是中共幫我們整理的 連蔣經國跟史達林的秘密會談都已經解密了 你不要以為說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跟蘇聯時代的獨裁者 史達林有見面又會談 哪一天馬錫會的真正的內容 如果解密 你可能也會嚇一跳 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以為說 船過水無痕 公消威 公安話 全部都列入紀錄 您剛剛說美國真正在意的是國民黨的朱立倫 會不會到後來朱立倫跳出來救侯友宜 變成是不整合了 國民黨你們自己選 不是不是舊 應該說就要堪行 朱立倫堪行侯友宜 沒有朱立倫哪有侯友宜 那朱立倫當時是當了這個縣長 才叫侯友宜從警大的校長 沒所在去 請你來當 那乾脆國民黨變朱當主侯當副 本來就這樣子 所以到時候變成這樣演 你侯友宜還是被位援手 當時跟小燕在拚對不對 人家也是馬上放下身段 我當副的 所以國民黨早就想過了 不用什麼整合 我國民黨自己可以 朱立倫自己選 本來就這樣子 沒必要再浪費社會資源 說這句不好意思 就是薄板面 薄聲量 我國民黨自己就可以搞定 他們當來的事情 白年老的要倒了 你怎麼倒你們家的事情 你要怎麼搞這也會你的事情 對不對 你要跟郭台銘搞 你要跟柯文哲搞 什麼都倒 現在就只有國會議員 立法院就要過半 不要再讓阿扁的朝小野從演 這個才是最近的共同目標 不然都要放煙幕 都要製造身量 都要搏板面 浪費我們的時間 浪費我們的資源 浪費我們的 所以國民黨自己會真的要算是朱立倫當主 何友宜當副 再過幾個就宣布了 最後了 美國老大哥講 十一月前登記 你不信 你就來美國 我美國把你的檔案亮給你看 你何友宜什麼 你幹過什麼事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美國 跟何友宜說你只能當副 所以柯文哲公還要學LA 不去糾金山 人家就看不見腳手了 你去天國也一樣 不可能會知道 你腳小你就不可能動手 你剛才說的小偉 你只說金棒東西淹木蛋 待會來主持朱立倫出來選 對啊 不是 天意如此 真的 我就是覺得不需要再玩 浪費大家寶貴時間 國民黨就是這樣 黑白目 母子 最好就贏了 變成輸了 大家都打敗感情 何苦來在 那郭台銘呢 回不了國民黨的 郭台銘是生理小孩 在商言商 剛才柯文哲剛才說併購 他說我聽到他怕 我說不用怕 你去問一下習文龍 習文龍的奇美LED 被郭台銘併購 你去問習文龍 我們的康文龍 ABS 世界ABS大王 黑不當初 你只要跟郭台銘 有什麼瓜葛 有什麼賓購 有什麼合作 有什麼拚答 包括做他的小三 牌血 全部都是 啊 五火 五火一場 你一時都叫郭董吃起 都要火就對了 他是狼跟虎的結合 狼跟狐狸的結合 你 你 你鬥得過他嗎 避之為狂不及啦 所以 扯文歉和 楊兆 我們看一下新潮流栽培出來的陳文歉 或楊兆 小美星的過去的上司 你們兩個去企劃 讓我們綠營的人 墨綠的人 看一看 民進黨 剛文森大哥預言說十一月份之前一定是朱立倫配侯友宜代表國民黨 那民進黨是賴清德 那包括郭台銘跟柯文哲 有合嗎 稍微回來